讲到赚钱 现在越来越多台湾的水果 其实也像几身上流社会一样 是无比高贵的 在屏东常治乡有着学性果农 它种植的香水莲物 巴掌大而已 一粒是可以卖到一千块 如果外销到大陆更夯 可以卖到五百块人民币 另外在燕潮的蜜枣 像苹果那么大 一粒一百块钱 而且别以为这高贵就很少人买单 其实金字塔顶端的客群 大有人在 树上结石累累的莲物 尽管还要两个多月才能收成 不过看起来已经长到 差不多是一个成人的三分之二八长大 这就是号称是LV级的香水莲物 一颗要价一千元 我希望说大家农民 共同来努力 把这个水果都变成说LV 增加这农民的收益 这是很重要的 香水莲物一颗至少十二两种 甜度高达十五度 售价五百元起跳 平均一颗一千块钱 卖到大陆价钱更夯 五百块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两千四百元 这么高贵却卖得吓吓叫 尤其说大陆来台的 或我们台湾就很多贸易商 把这个水果销到大陆 其实他们也分等级的 因为有LV的 当时也有那些特殊人物在吃 好甜哦 好脆 好多汁哦 还有燕潮的特产蜜枣 一样也很高贵 大如苹果 舍利桩卖到一千元以上 等于一颗至少一百元 这些价格LV级的水果 卖给金字塔顶级的客群 通路走的是百货公司的超商 有的人在意点贵 哪有的人就贵啊 水果品质好 民众不嫌贵 百货公司原本在卖 进口水果的超级市场 现在改辟台湾高贵水果专区 除了香水莲物和蜜枣以外 洋香瓜最贵可以卖到五千元 竹芡水香瓜三千块 哈密瓜两百块 就连木瓜也有一百元的身价 业者低调不愿透露业绩 不过强调市场的接受度很不错 看来愿意花高价 买这些精品级水果的人 越来越多了 中文新闻欧城人陈胜益张春华 高雄屏东综合报导